第一站就來到了卡里姆汗城堡 卡里姆汗城堡裡面最好玩的 就是可以穿著吉朗的傳統服裝拍照 千里迢迢來到這邊 不是一下說不過去對吧 第一張就給大家看一下我拿水果的樣子 有沒有看到 早安 阿里 早安 因為我今天要離開了嘛 所以我要好好謝謝他 謝謝你 你很歡迎 我希望在世界上見到哪裡 可能是在台灣 對 再見到那裡 OK 有一個好幾天 謝謝 那像我來的時候啊 我是到中央車站在市中心 伊斯坡山市中心的Kavah K-A-V-E-H 那我現在呢 因為我離那個Sofi Passenger Premium比較近 那這邊也有車子到Siras 所以還蠻方便的啦 我覺得這個阿姆跟阿里他們家真的是 雖然地處不是在中心 可是伊斯坡山它的附地很大 還好 今天車很便宜 那我們就直接上車吧 拜拜 先買票啊 都不知道幾點的車 應該是每個小時都會有一班 至少 好 那我剛剛進去又出來了 經過五分鐘 我問到車子了 但是因為現在才11點 那下一班前往Siras 大概是2點半 因為這邊算是比較小的一個站 那還是要到那個Kavah 那一站的話 還會有比較多的車子 但我剛剛問的是這個Royal 就VIP 我剛剛看大概是要180萬的 也是180 那平常的話可能100左右就可以 就可以買得到票了 沒關係 反正我們時間多嘛 我們先去Kavah 那個總站 去問一下有沒有車子早一點的 可能12點或1點 這邊強烈建議在伊朗大巴士就選擇VIP 雖然票價貴一點 但座位踩1、2的分布 也會舒適許多 重點是還有水和小點心喔 來各位你一定不相信我這趟旅程搭了多久 通常從Isfahan到Siras大概是6個小時多 但是我們今天呢 整整搭了9個半小時 現在是11點快半 太扯了 我們中間曾經是走走停停 然後呢 遇到了一個Traffic Jam 就是完全都沒有在動的一個塞車狀況 大概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吧 後來司機直接受不了 直接環繞整個那個 色拉子的外圍這樣 轉了一圈 才進到了我們市區 超級累 真的是很累 其實也沒有很累就是很無聊啦 你知道嗎 就想說怎麼可能那麼久 但是事與願違就只剩那麼久 那結果我在Siras的住宿呢 沒有找到沙發住 他們說今天沒辦法接待我 明天可OK 但我想說那既然都這樣子的話 我就直接找一間清點旅舍住好了 那我這次住的也是在老城區 就在那個Bazaar附近的一間叫BB Hostel 聽說還不錯 然後一個晚上只要7塊美金還含早餐 210塊台幣含早餐 超級划算 那我們就 快點去Check-in吧 對那個我的Night Shift的 Staff一直在等我 那我們就走吧 太累了的我的天吶 叫車叫車 Yo 各位早安 我現在在七年旅舍 這間叫做BB Hostel 它是在Siras的老城區正中央 那位置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呢 它其實有百年歷史喔 所以你看到 我這次住的這個地方 還蠻有feel的 這種石灶的那個骨牆 那我們出去看一下 外面很漂亮 先剪片 然後呢這邊一個晚上只7塊美金 有包含什麼早餐早餐在頂樓那個Rooftop的咖啡吃 所以我們現在先上到頂樓 那日早上去呢我也不知道 反正先上去吃老餐 8點到10點 好 走 吃吃看 反正說 不,你再去吧,然後呢 謝謝,謝謝 不是,你在這兒去啦,然後呢 好,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昨天趕車嘛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 這也是我在伊朗第一次吃的 吃到那個西瓜 超級甜超多水 可以這西瓜可以 好啦那十點半準備可以出門了 其實我在這邊行程都比較free一點 就是在一個城市待個兩三天 像我在西瓜就會來四天三夜 那今天就是第一個完整的一天 那因為要去看那個粉紅清真寺啊 就是在舍拉子最有名的一個景點 通常都是要早上八點就要去那邊排隊 然後準備進場 但是因為今天起的有點晚 那就在那邊剪片 所以就是改成明天來再去 而且因為今天的天氣不是很好 就是雲層非常非常多 去那個粉紅清真寺你一定要大清天 那個在彩色玻璃箱噪音下來才會比較好 OK所以我們就現在先去老城逛逛 走吧 我們一天我們的老師 我們從這邊都會去大清單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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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我們就用Bazaar座開都好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城市 像我們現在來了Kashan 然後Taharan 然後還有Isfahan 它的Bazaar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像我覺得在Siraz的那一個Bazaar是最舒服的 它的裡面氣溫調節是最棒的 雖然它上面沒有開孔 它可能是因為昨天下雨 所以把它封起來了 但是我覺得裡面的溫度是最適合逛街的 很舒服 那旁邊一樣 永樂市場或是玩具繁榜城都在這邊 它其實也沒有特別分哪一區是賣什麼東西 那其實它其實很簡單就是這一條直的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逛 那附近的話有槍子城堡 還有另外一個雖然是你來到Siraz一定要去的景點 就是Nazar花園 在這邊很多花園 到時候就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那些建築設計 然後非常非常有歷史 然後就是歷史都很古老 因為Siraz在以前也是伊朗的首都 波斯文化的代表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有很多時間可以好好的晃晃 射拉子作為著名的波斯文化中心 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 也是桑德王朝的首都 城內許多美麗的建築都是當時留下來的傑作 第一站就來到了卡里姆汗城堡 門票一樣是100萬reels 100塊台幣 遠遠的就可以看到城堡四周14公尺高的圓塔 外牆上還有許多精緻的雕刻 這次我到那個景區 第一建築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先裝水 因為這邊的水 絕對比你在青年社或是在那個沙發主家的水還要更病 建於桑德王朝早期 當時的國王卡里姆汗想讓Siraz 也成為像阿巴斯大帝時期的伊斯法漢一樣輝煌 就邀請了當時最好的建築師和藝術家 從各個城市甚至國外購買最好的材料 迅速的建成這座城堡 時代更迭這裡一度成為了監獄 一直到1971年才變成現在的博物館 好那我們要來講一點歷史 那個Siraz他在以前就是波斯帝國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心點 他這邊傳承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文化 給世界各國的文化算是在一個終祭展 但是Siraz他也曾經是首都 那他成為首都的時間是大概1750年到1790年這個年代 當時是Zan王朝Z.A.N.D. 所以這個卡里姆汗城堡在當時在那個Zan dynasty的時候 就是一個皇家住宅的一部分 OK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面積大概三千多平方公尺的地方 就是皇室成員的住所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進去看一下室內的裝潢 對應該是可以進去啦 後面那個門進去 對應該是可以進去啦 我們走後面那個門就對了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這邊 保存的說沒有到很好 因為像這些房子都不太能進去 然後前面原本有一個算是舞台的地方 他自己也正在維修 所以比較可惜 沒關係我們先進去看裡面 有什麼寶物可以讓大家看看 在室內那邊 給大家結束 這個部分 我一直以為我最好玩的 卡里姆漢城堡裡面最好玩的 就是可以穿著伊朗的傳統服裝拍照 千里迢迢來到這邊 不是一下說不過去對吧 我們剛不是有看到嗎 就是你在這邊可以穿伊朗傳統服裝 然後拍一張照片 如果是最小它有A3 A4 A5 那A5大小的話就是75塊台幣 然後服裝是另外5塊台幣 所以我剛就是想說既然都來到這邊了 還是要留一些東西回去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拍了 那它其實會讓你走全部的場景 那總共有五六個場景 可以拿著樂器拿著水煙 然後拿著他們的那個電話跟書本 最好玩的是拿著水果 那就是全部拍完以後 大概拍了十幾二十張 你再出來選照片 那我最後選了兩張 所以就是75加75加加5塊的服裝 總共是155塊台幣 然後兩張照片呢 那二十分鐘我就可以拿了 那我們就二十分鐘後見 掰 各位 我已經拿到我的相片 你期待嗎 其實我也蠻期待 我來看它寫出來的感覺怎麼樣好了 等一下 第一張就給大家看一下我拿水果的樣子 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位老爺呢 他應該是國王 那我這樣洗出來 拍照起來的感覺就是 仆人 OK 那第二張是什麼 看一下喔 第二張是抽水煙的 對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笑 因為其實我剛在拍的時候 他就說 no smile 對很好玩 你看 可以吧 伊朗的傳統服裝 這兩張要當 那個 傳家之寶了 好啦 那拍完這兩張照片以後 我也要離開這個 呃 城堡了 我們要繼續往下一個 都叫 綠鏡廳的 清真寺 他也在這附近 我們就吃個飯 然後再過去繼續下一個景點 這兩張照片呢 太值得了啦 城堡內還有一座看起來 不起眼的浴室 卻是許多伊朗人慕名而來的喔 好 這邊就是那個澡堂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那個 最外面那個圓塔嗎 就是這邊 OK 傾斜的澡堂 就是在這個區域 一個超大聲 嗚 咖啡 絕對是旅行當中的必備良藥 隨便找一間烤出來都好好吃啊 咖啡 絕對是旅行當中的必備良藥 隨便找一間烤出來都好好吃啊 行 看完了城堡 帶大家來看瑟拉子最小 但卻最可愛的波斯庭園 甘菊宮吧 這裡很漂亮 各位我跟你說 這是我少數來到伊朗的景點 還有很貼心的附贈英文版的說明書 就是導覽的概念 這邊它其實是一個花園 大家剛剛看到它其實是另外一個中文名字 叫做柑橘園 因為它中間種的是兩排樹呢 噴水池旁邊兩排樹 都是那個苦橙 然後它開了很多可愛的小黃花 所以它這邊就叫柑橘園 這邊是因為要來幹嘛的 就是傅家人它的 就是以前啊在200多年前 有錢人家的放假的地方 就是耍廢的地方 OK 那其實占地不大 它占地就這麼大而已 OK 就是這樣繞一圈 可能走起來五分鐘不用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細節可以看 我覺得光這個畫面拍給大家看 就很漂亮 從大門進來 然後一百塊的門票 然後看到這個柑橘園的樣子 這支的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他們的Prayer Room 這是女生的區域 男生的區域在另外一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往下面看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進去 離開了 裡面參觀一下 哎呀 但是這個馬山客保存都非常好 你看 顏色很棒 然後裡面呢 這裡可以 這伊朗限定的靜聽 不管看幾次都覺得不可思議 各個角度看上去都令人嘆為觀止啊 我們往二樓走 就是當你以為這個房間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空空不遠 記得往天花板開 你會發現 別有冬天 二樓很特別的天花板壁畫 畫的不是波斯傳統圖騰 而是歐風十足的阿爾卑斯山小木屋 和外型艷麗的女生 酷吧 哇 尷尬了 開始下雨 那還好我已經逛完了這一個 柑橘園 那現在要去哪裡 去巴斯拉裡面躲雨 還好巴斯拉是室內的 這個是最棒的 OK 快把相機收起來 但不過還好啦 因為我現在這次使用的那個主力機 Olympus OM-1 它是防水防塵 所以這種雨呢 對它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鏡頭也是防水防塵 OK 但我還是不想冒著 感冒的風險 應該是不會感冒啦 因為現在這麼熱 對 不要吹到風 那這樣子就 影片就沒有要繼續拍下去了 只是想跟大家說 這次帶來Olympus 這一台 讚 各種天氣 這種環境 各種溫度都很OK 好 真的要躲雨了 好 掰掰 下一部影片 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射拉子每一位遊客都會去的 網美粉紅清真寺